李新三日的温哥华学务委员Diane Turner 一开始就强调自己的背景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投身教育界35年 父母由苏格兰移民到温哥华 至少在温市长大、受教育 在西门菲沙大学完成生物及环境科学学位之后 就开始在小学任教 之后在不同的中学任教并成为科学科主任 然后他分别在Britannia中学 University Hill中学以及Lord Bain中学做过副校长 之后转往Point Gray以及Eric Humber任职校长 08年获委任为三角洲助理督学 一年正式成为督学 两个半月之前获委派作省教育厅的首席教育官员 Tunner重申 他没有任何打算重启撒校程序 他指出由民选产生的学务委员是政客 而他的角色是教育工作者 责任是受托于公众、管理温哥华校区 他无意参选任何公职 Tunner强调虽然是委任 但他并不代表省府 Tunner说 有职员曾经向他反映 感到办公室的气氛教之前安全 至于之前不安全感觉的因由 他就没有进一步解释 现时BC工作安全局仍在调查有关教育局内部欺凌的事件 另外 有指教育局取消小学教师联会的旷议场地 Tunner回应只是场地John Oliver中学的租任条例规定 不能融纳可能出现的人数 因此集会已改在军事教育局大楼外举行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莫嘉敏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